国家元首苏达杜拉陛下上个月赞扬国会议员遵从预令 让2021年财政预算案在国会二读通过 而马大新青年前主席廖洋红随后就在脸书转载了新闻 但是没有想到的因此被指侮辱国家元首 今天被警方以煽动法令传召问话 廖洋红在贴文中标签皇上万岁没有干政 羡负权利等等 不过他强调这些都是符合言论自由原则的简评 绝对没有任何煽动成分 马大新青年前主席廖洋红在被警方传召问话 他今天早上十点半在律师的陪同下 前往武吉阿曼警察总部入供驻查 廖洋红进入警局之前向媒体表示 他星期一接到警方的来电 指他在脸书转载标题为国家元首赞赏国会议员 齐心通过裁案确保人民福祉的新闻 但是贴文涉及侮辱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陛下 因此警方援引煽动法令 以及通讯及多媒体法令传召他到警局问话 廖洋红坚称自己是清白的 我的贴文是毫无煽动意图的 纯粹是用普通不过的语句来表达我的观点 但煽动法令及多媒体法令这两个恶名招章的法令 却容许政府执意诠释我的文字 就算我没有任何煽动意图 只要他们觉得有煽动 那我就可能有可能会被入罪 廖洋红专载的新闻是关于陛下在2021年裁案二读通过国会之后 赞扬所有国会议员遵从预令让裁案通关 他在贴文中标签快点喊皇上万岁 没有干政 羡负权利等等 不过他强调贴文符合言论自由原则 也就是保障意义思想 不主张伤害或威胁他人安全 因此应该获准发言讨论 而不是煽动 他透露自从大马新青年在11月 发表国家元首不该干预国家事务的文告 而被调查之后 就有很多参与过新青年活动的学生 接到恐吓电话和信件 因此他相信 警方这一次对他的调查 是对新青年的猎屋行动 更让人心喊的是 他不是唯一被噤声的人 他引述国际特赦组织大马分会指出 政府加大力度审查国内的言论 今年上半年就有262宗涉及煽动的调查 还有143宗案件调查 涉及通讯及多媒体法令第二三三条文 从批评政府受短国会之一日 揭发移民居留中心的情况 到质疑政府组建方式的震荡性 都分别遭到警方的查问 而我只不过是数百宗被审查言论的其中一人 由此可见 当前政府对言论自由的潜质有多严峻 那最后 无论是煽动法令 还是通讯与多媒体法令 都应该被彻底的废除 经过两个小时的录共程序 廖洋红在中午时段离开警局 他希望自己的经历 能够唤醒国人争取废除恶法的决心 捍卫国人的尊严和自由 另外廖洋红也透露 他已经多次被警方传召问话 当局早已经有他的联络方式 但是这一次却要在冬至 这个华人重要的节日当天 到老家向他的父母索取电话号码 让他感到相当纳闷 感谢观看